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香港青年頻道 我是大眼 我是阿西 我是尖 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下 我們中國的跳水隊又拿一面金牌 跳水這個項目是我們中國隊的強項 拿金牌呢 就不是什麼罕有的事情 不過今次的金牌選手 他背後有一個讚人熱淚的故事 我們一會兒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故事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訂閱 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以及將我們的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可以聽到我們香港青年的聲音 今次在東京奧運女子十米高台的跳水決賽裡面 我們中國的選手全紅蟬 就拿了一面金牌 而今次這個跳水的決賽 我們中國的選手是以接近滿分去拿這面金牌 那接近滿分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分數呢 有什麼那麼厲害呢 那麼這個跳水比賽 決賽裡面 滿分就是477分 但全紅蟬就拿了466.2分來奪金 這個分數已經打破了歷史的紀錄 而對上一次的世界紀錄 都是我們的中國選手創立 那麼這個選手是誰呢 大家都很熟悉的 他的名字叫做福明夏 這個紀錄呢 已經是由92年到現在 而當時的紀錄 是以461.23分而奪取冠軍 而這個十米高台的跳水 除了去潛紅蟬拿金牌之外 亞軍的選手都是來自我們中國的 那個選手就是叫做陳滬直 他是以425.4分而奪取銀牌的 其實今次外人會已經不是第一次我們中國隊拿金銀牌 除了今次之外 對上已經有八次 在頒獎台上有兩面中學的旗一起升起 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紀錄 這個情境 作為一位銀牌選手 心裡也非常高興 因為平時只有金牌選手 才可以升起他們的國旗 以及奏起他們的國歌 現在金銀同時都是我們中國奪得的話 那麼銀牌選手就算是拿著銀牌 也都可以幻想自己是一位金牌選手 因為背後正正就是奏起我們中國的國歌 那麼我們中國隊拿到這麼好的成績 我們作為中國人是非常之開心的 不過有些外國的媒體 就不見得我們中國好的 因為每當我們中國拿到好成績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我們中國是強迫別人去運動 好心你們的外媒找一次有新意好嗎 經常都說我們中國要強迫什麼強迫什麼 但當我們中國隊成績不如人的時候 這些別有用心的外媒 又會說我們中國運動員的培訓系統 已經大崩潰了 這樣說 繼我說你們這些別有用心的外媒 你們真是人性系統大崩潰至真 說起人性 我想這次全紅蟬獲得的這面金牌 應該是整個運動會中最有人性的一面金牌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面金牌在背後 是有一個可歌可歌 讚人熱淚的故事 我們今天的主角 全紅蟬 她只不過是一個十四歲的廣東小姑娘 她在2007年的時候 出生在廣東站江市 她的家其實是農村 父母就務農為生 家警就不太好 但她都沒有放棄她的夢想 是七歲的時候才開始學跳水 用了四年時間 十一歲的時候她已經是廣東隊的隊員 而且她在19年的時候 參加這個廣東省的錦標賽 還拿了八項貢軍 當時有教練都覺得她像福明霞 她參加這次東京奧運會之前 只不過參加了十次的國內比賽 是完全沒有國際賽事的經驗 那不就是八字一張? 沒錯 所以她這次奧運會拿到這麼好的成績 除了技術之外 背後還有一個信念 就是因為她想改善她家的生活 以及她想幫她媽媽醫病 阿西 那全紅蟬的媽媽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她媽媽好不好坐著上車 需要一筆很龐大的手術費去醫治她的病 所以全紅蟬為了贏賬金去醫治她媽媽的病 把錢寄回家 當她奪貫的時候 在家的爸爸媽媽看著直播 還感動到落裡 除了信念之外 其實背後都需要刻苦的訓練 才可以成就到今天的全紅蟬 幫她訓練的教練就說到 在全紅蟬練習的時候 當所有她的小隊員 偷懶 逃貨不練習的時候 只有全紅蟬自己一個繼續訓練 而且 當時的站江市 的訓練基地 是全省設備最差的 真是神奇 用最差的設備 可以訓練到世界一流的運動員 看看這件事 是我們中國才做到的 無論最差還是最好的設備 同樣可以訓練出最好的運動員 這樣就印證到我們中國經常說的言語 只要有恨心 鐵柱也磨成針 而這次大家都看到 在比賽中 全紅蟬就好像一支針 插入了水 快、狠、準 從現場評判驚訝的表情 從來沒有人入水那麼完美 這個完美是怎麼練出來的呢? 原來是要經過每天四百次的跳水訓練 才可以做好 嘩!每天的四百次跳水訓練 我當一次跳水是一分鐘 每天都要跳四百分鐘 不行啊!你還沒算走上去那段時間嗎? 那就是說 全紅蟬每天要練習的時速呢? 是啊! 所以他自己都說 他是從來沒有去過動物園和遊樂場 而且他現在奪了金牌的願望 非常非常之簡單 他只不過是想開一間小賣布 賣他最喜歡吃的辣條 那全紅蟬真的一點都不貪心 聽下去 而且他年紀輕輕 就為了能夠醫好他媽媽 而去發奮逃強 去努力練習 反觀我們香港的那些黃絲 他為了自己逃避的罪責 不惜一切丟下父母 就走老去外國 真是生個叉燒好那些黃絲 好啦!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都很多謝阿尖和我們一起做節目 和我們香港青年的頻道 都希望影響到更多我們身邊的朋友 可以一齊出來 去為我們香港 為我們中國去發聲 那今天的節目到了這裡 請大家地獄支持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